今天我要和大家分享的文章是 杨将很干净的四句话 读懂受用一生 卢林曾说 读杨将的文字 更像是聆听一位哲人 讲述那些烟尘往事 在平静平淡平凡中 有一种卓越的人生追求 当你焦虑浮躁迷茫的时候 可以重新读读杨将先生的这四句话 愿你能扫除心头尘埃 精装上阵 在以后的岁月里 活出自己的豁达 一 无论人生上到哪一层台阶 街下有人在仰望你 街上亦有人在俯视你 你抬头自卑 低头自得 唯有平视 才能看见真实的自己 生活中总有这样的时刻 一瞬间情绪低落 然后看着周围的人 朋友 家人 同事 甚至是朋友圈的陌生人 好像每个人都过得比自己快乐 于是会忍不住怀疑 是不是自己不够努力 也会忍不住羡慕 更会忍不住设想 如果自己能拥有那些 肯定会比现在好 但事实就如围城里说的那样 婚姻是一座围城 城外的人想进去 城里的人想出来 大抵世上所有的羡慕 都可以用这句话来解释 身在其中苦苦煎熬 而得不到永远在躁动 辩知灵断章里说 你站在桥上看风景 看风景人在楼上看你 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 你装饰了别人的梦 你羡慕着别人 也有别人羡慕着你 谁是你的风景 你又是谁的梦 我们终究会明白 每一种人生都有快乐 也躲避不了都有愁苦 而唯一能够做的 就是读动自己的内心 承认自己 接纳自己 然后找到自己的道路 一步一个脚印往前走 只有这样 才能获得内心的平静和充实 你的问题主要在于 读书不多而想得太多 曾有个年轻读者 给杨将写信 抱怨这个社会太浮躁了 回信里杨将先生就说 你的问题主要在于 读书不多而想得太多 想太多 大致已经成了 我们这代人的通病 很多人做一件事情之前 总会想很多 会遇到什么困难呢 付出那么多 失败了怎么办呢 到时候别人又会 怎么看自己呢 于是想到最后 只能自欺欺人地说 算了 我还没有准备好 佛经上有一个故事说 两个和尚一穷一富 都想去南海朝圣 富和尚很早就开始存钱 穷和尚却仅带着一个 驳鱼就上路了 过了一年 穷和尚从南海朝圣回来 富和尚的准备工作 还没做完 富和尚问 而困 何以往南海 穷和尚答 无不往 则终日癫狂 行一步 则安一分 而稳重 故而在 翻译过来就是 富和尚问 你那么穷 凭什么去南海 穷和尚说 我不去南海 就心里难受 我每走一步 觉得距离南海 就近一分 心里就安宁一点 你这个人个性稳重 不做没把握的事情 所以我回来了 你却还没有出发 老话说 种一棵树最好的时间是十年前 其次是现在 世间所有事最难的 往往是开头 当你克服了犹豫不决 克服了种种顾虑 终于开始去做了的时候 其实已经跨上了 这条路上最大的阻碍 而人跟人的差别 就在这里 有人整日做白日梦 有人却一步一个脚印 去做了 所以想见的人 想做的事 一定要立刻就去做 不要等明天 也不要说还没准备好 现在就是最好的时机 如要锻炼一个 能做大事的人 必定要叫他吃苦受累 百步称心 才能养成坚韧的性格 黄金需要经过烧炼 去掉杂志才成纯金 沙利需要不断蜕变 历经磨难才成珍珠 人也一样 从忧患中获得成长 从失去中学会珍惜 从不断告别中懂得放手 孟子说 就是说一个人经过 不同程度的锻炼 就获得不同程度的修养 不同程度的效益 好比香料 倒得愈碎 磨得愈细 香得愈浓烈 就像苏氏 一生三次被贬 一次比一次贬得偏远 一次比一次贬得惨烈 一次比一次贬得绝望 可也是这三次被贬 成就了苏东坡的另一番辉煌 第一次被贬黄州 他写出了 面奴交 赤壁怀骨 前后赤壁腹等著名篇章 第二次被贬惠州 他潜心研究佛学 第三次贬折丹州 他把灿烂的中原文化 带到了海南 在这里讲学名道 教化日新 使此地书生朗朗 闲歌四起 有句话说得特别好 无论你遇见谁 他都是你生命中 该出现的人 绝非偶然 他一定会教会你一些什么 所以我也相信 无论我走到哪里 那都是我该去的地方 经历一些我该经历的事 遇见我该遇见的人 人间不会有单纯的快乐 快乐总夹杂着烦恼和忧虑 人间也没有永远 杨将先生写下这句话的时候 女儿前缘和丈夫前中书 已相继去世 我们仨只剩她一个 我想先生这句话 估计有劝解自己的意思 劝自己看开些 一切的伤痛都会过去的 劝自己往前看 日子还长 总还会有意想不到的快乐 或许正是这种豁达 支撑着杨将先生 走过丧女之痛 走出丧夫之痛 然后以优雅的姿态 度过了一生 人活一辈子总会明白 所有的快乐 所有的伤痛 随着时间的流逝 总会慢慢变淡 然后逐渐消逝 其实杨将先生这话 追溯到源头就是 道德经理的那句 或惜福所以 福惜或所福 意思是说 所谓的或福 其实是互相依存的 同时也是可以相互转化的 有时坏事可以引出好的结果 而好事发展到一定程度 可能会演变成坏事 所以凡事看淡写 人间没有永远 所有的事情都是瞬息万变的 人生不会一直走上坡路 也不会永远走下坡路 台上风光无限的人 也曾是台下无人问津的看客 希望我们始终铭记 遇事向前看 眼下发生的一切 不过是往后的过眼云烟 今天流的泪 待到他日 也不过一场笑谈 好了 今天为你分享的文章 就到这里了 感谢大家的守候